大家好 东北斯老师 这朋友向我来给他取个煤样 今天来取啊 3500卡的煤样 顺便来看看这煤厂啊 都有什么煤 什么价 这走进煤厂 来看看这个煤 这个煤是3500卡 3500卡的洗煤 你看这都有取样 那个扒的坑 你看这里 这个3500卡的煤 看着怎么样 但是这这堆煤啊 这挥发分不高 27个左右 这个呢 煤也是3个胶左右 但是这个煤啊 是挥发分低 所以说煤价他也便宜 这个煤就是356 看这有个断面 看对面的煤 这个煤是足3500卡 这朋友吧 让我来给取样 我就来给取样 顺便给看一下 再有这个价格 现在这个价格 装车价 你就是平时谈价 这个价不能给谈这么低 这装车价就是这个价 你看这边这一堆 这也是3500卡的 这个煤啊 就是挥发分高了 三十六七个 三十六七个 三十七八个 这个煤呢 也是3500卡 但是这个煤啊 相应就要比 贵二十 三百七八 怎么样 再看看还有别的什么煤 这堆煤 这是5300卡 这些煤啊 这些煤啊 都是主卡煤 这个挥发分也好 三四六七个 这个胶也是 三四个胶 这个价呢 就是七八三 这都是装车价 这要价就比这高多了 看这边 这个是5500卡的 5500卡 现在啊 装车价就得 八百吧 八百左右吧 看这煤多好 那是雨焦啊 这下雨 这一焦啊 你看就一块白石头都没有 所以说他的卡数就高 他这个煤呢 也是 挥发分子是三十七个个 含水呢 这些煤啊 含水啊 都不超过七八个 这就是 现在呢 这煤厂就有现货 就有这些煤 看这这头这堆 这都是四千 四千多卡的 这现在这个煤厂啊 煤那个品种啊 非常全 煤厂大 煤也多啊 一堆一堆的 下雨了 不看了 赶紧赶紧取样 取样给朋友发出去 这一堆啊 就是原煤了 这原煤啊 我很少给朋友们推荐 这有的原煤啊 还有干石 你要采一块干石 就不知道掉多少卡了 化验呢 咱得公平公正 你不能啊 采样 专门挑这个 干石采 那卡数是 那是永远也化验不住 这面是都是五千二山的 五千二三百卡的煤 现在这种煤啊 煤子好 你看不着那白石头 这下雨 浇完之后也看不着白石头 这些煤啊 都是主卡 刚刚这煤 增亮啊 再一会再看看便宜点的煤 这堆煤 这是两千卡 这就是这个煤厂最便宜的煤 两天卡的煤啊 现在就是一百二 这天下雨了 这赶紧采吧 来 搓一搓 采个样 这好像有个断面 啥是采的 采样啊 要公平公正 来 靠好看 靠看里头 看里头啥样 采完了 被朋友诱过去 要朋友自己化验去吧 这煤啊 从去年冬天开始 该涨价的时候掉价了 一切掉到了现在 虽说东北的煤 原来的时候 涨价的时候 没涨那么多 但是现在呢 吊价就掉了好几百 现在这价格 什么价都有 着急慢的价格就低一点 不着急呢 就存在这 现在煤啊 现货一次有 现在也不知道是涨 还是继续落 这现在哪位朋友啊 高伙人 我们指点一下 刚刚是煤啊 是涨啊 还是落啊 还是平稳呢 我们现在呀 这是说不清了 但是呢 现在呢 生产用煤 还得用 虽暖用煤呢 准备 被煤了 这位朋友啊 到煤厂来采样 再看看这个煤厂 都有什么煤什么价 我所说的价 都是装车价 现在这煤掉价 这现在呢 什么价都有 朋友们呢 对这个煤啊 这个涨价 还会掉价 还会平稳 大家对这块 都有什么预测呢 都有什么高见呢 请在我的评论区啊 给我留言 那个都给大家啊 提供个借鉴 这个对煤这块 大家还有什么 需要咨询询问的 请在我评论区留言 或实际 好 今天就到这 咱们下期再见